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轉眼間已經帶大家來到溫哥華的夏天 我們就坐在Beat Yard 享受陽光 上一集說到溫冬 滴滴色色 50呎frontage 兩間孖屋 裡面15呎分了三層的空間 我們今天就說一些很不同的東西 就進來溫哥華的西區 我們的地點是屋階 57階有一個新的樓花項目 這個項目其實都是獨立屋 然後應了政府的要求 可以把它分割變成多屏屋 就是一個土地大 土地的面積大很多 之前說的溫哥華是33 和44 frontage 但這間frontage是100呎 深度是160呎 所以整個獨立屋的土地面積是16000呎 但16000呎都是外來分割了 做六間可以獨立買賣的房屋 或者是我們叫做單位 他們的面積就大很多 我看到最小的那間都是16000呎 去到大那些是2000呎 而且特點是兩層的 不如直接看看地區和模特兒 再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它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多瓶屋 其實你甚至是standard lot 33 frontage的33 乘1 2 2 4千呎 你都可以分割做四間屋 很小 住不了 所以土地面積夠大 然後分割出來的東西 自然的尺寸就會更大和舒適 這是將來建造的模特兒 我們看看地區是哪裏 項目叫做Harlo House 會還原以前的英式風格 地區是溫哥華西區 這條是屋街 然後這裏是57街 位置就是這個裏面 它是對57街 沒有向這屋街 它亦是效網 因為大家在買獨立屋 很多時候都會想效網 給小朋友住 它的效網就是Church Hill的效網 而將來我們溫哥華發展的最大雙圈 Oakridge Mall 開車是5至10分鐘內的路程 就是在斜對面的Block Oakridge 就是這個位置 這塊土地 大家看到這個模特兒顯示了 這是57街 57街方向前面向南 後面向北 旁邊兩邊都是獨立屋用地 它的前面很闊 100呎 所以前面開兩間屋 每間屋都有50前面 所以其實是很闊的 然後它的尺寸是160呎 所以這塊土地面積是16000呎 現在開了6間屋 亦都因為它夠大 所以它也不需要很隱瞞 我們看到多屁屋 政府批出來給你提示 將一塊很小的地分6間 或者分4間的話 你要向上發展 或者要起到很高 有三層 走很多樓梯 幸好地的地夠大 用來開6間屋 大家可想而知 每間屋是比較空間的設計 主體有三個主廠 這一塊是劏開四份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塊 A B C D 然後後面還有兩個D E和F 類似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房屋 不同的房屋設計的特點也有不同 例如我們有前面的A B A B的Frontage比較闊 方向向藍 這個是東藍 這個是西藍 彩光比較粗 而且A B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就是它們各自都有很大的前壓 而且前壓這些草各方面 因為要給Stratafil 大概三毫子左右 每一呎 一路會有人幫你去維護 去剪草 而且呢 因為它比較闊 它是可以令到這兩個職 大家看看Fall Plan 就知道 它們其實在平層 即是Ground Floor 已經有了主人房 所以下面是下飯廳之餘 再加上一個套房 然後樓上就在房間 這個設計 就只有A B才有的 然後CD的話 採光這邊就主體向西 那邊就主體向東 然後還有窗就向北 向後面 這兩間的面積都會比較小 剛剛前面都是接近1800呎 兩層 然後後面就是1600呎 左右兩層 其實兩層都是這個項目主要的賣點 因為很多時候 我跟客人去看樓 想買溫哥華 但又不是每次可以負擔得起 一間居住的房子 不用超級新的大地大鎖 可能居住的房子比較寬 房子不要太舊 住得到的 不要在六多年的房子 都是四百萬或以上的 再看看區 我接下來有一間 會在Kuchenna區 差不多是接近四百五 至五百萬的區間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負擔 在這樣的房子 去住這麼大的空間 去打理 再付這麼多錢去買房子 所以就會有多些選擇 以往未有這些多聘屋之前 大家可能會想 可能是Town House 或者是更大的公園 Town House 我記得在Ockridge 那邊附近未到的街區 一兩年前 和大家分享過 Roll by Bosa Town House項目 大家還記得嗎 它現在已經建好了 我現在開通時 看到它已經建好了 那些Town House 是直條形的空間向上 可能有三層加天台 四層加天台 都要二百多萬 二百二、二百三 但是那些項目 都是一個直條形 分三、四層的空間 你就會覺得 好像走進去要走很多樓梯 所以這隻 它的大樓形成 它可以做到 每一間屋都是兩層 你的空間感 就算尺數一樣 你會覺得 一間屋的實用率 會高很多 和舒適 那些多少錢 這些呢 看你買哪一間 所以大約 你預算比較便宜的那一層 可能小一點的尺寸 它的starting price 大約是二百四左右 當然如果detached 或者比較大的 就有機會貴一些 接近二百八、二百九 發展商現在 都已經有price list 在手 不過還未可以公佈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約上來了解一下 告訴大家 或者問Carrie都知道 我們剛剛說了 這些是大的 接近千百尺 鬆一點的房子 AB CD小一點的 1600 然後DE這兩間 它有它的特色 就是detached 它完全是獨立出來的 它沒有跟其他任何人貼住 唯一唯一有機會 會被人分享到的地方 其實就是車房 因為其實你看到這麼多間屋 大家都需要泊車 所以每一個單位 都一定有一個車房unit 除了這兩間detached 其實它們的車房 是可以直通到自己單位 另外兩個車房 就會分給其他房屋 大家泊完車 就經過中間的walkway 走到自己的單位 也是每一個單位 有它自己獨立的出入口 門牌號碼 前面那兩間屋的門口 就會有 這個B的門口 在這一邊 然後C的門口 在這裏 D的門口 在這裏 不是 D的門口 對不起 這是我這裏 重新來 E和F的獨立 有一個出入口 在這裏 然後西邊有兩個門口 這個門口 在這裏 是否這裏 這個門口 就是後面這間屋 然後前面這間屋的門口 就是這裏 然後到東南 corner 東邊 南邊 正門就會在這裏 4A這間屋 它便可以從這個門口 進來 然後隔離這間 向東的門口 所以你見到這間屋 它現在的佈局 就是將來發展商會建出來的樣子 它也有很多欄杆 這些欄杆 Railings 就是圍回這個門口的位置 所以你不會怕 隔離屋 會不會走錯了 我花園那裏 就不會 這間屋 全部都圍好了 外面還有一條路 是真是 後面那些屋的人 會走外面 它不會影響到你自己的使用 Kerry看完樓盤 覺得比較特別 或者更加住得舒服的單位 前排的 剛剛說了 A和B都會有自己的前一 A的前一是明顯地大些 但是B的室內空間 我覺得比較好 所以跟大家看看B的樓盤 樓盤 樓盤首先方向 一邊向前是藍 然後向這邊是西 所以你單位的採光會很好 也不用太擔心西斜 因為全屋是有冷氣的 它是有地暖 加上冷暖氣的 這間為什麼我覺得比較好 就是它有一塊大些的 好像一個deck 這樣的地區 讓你在外面吃東西 BBQ 除此之外 它有很多採光的位置 第一個大採光窗 然後向南 也有向西 向南 向南 全部都是採光位 連門口 就在這邊進來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整個客飯廳 空間是很光亮的 它也是分開的 有主廚 而且很長 有很多儲物空間 然後有大客廳 還有一個很長的飯廳 飯廳位 還有側門 可以打開 出去外面的座位 以及座位 門口 正門進來 就是對飯廳 而且大家剛剛說了 我們還有一間房屋 在平層 而且這間房屋 是有自己的套房 大家看到門口進來 這裡其實是有一個Double Sync的洗手間 房間在這裡 除此之外 它在上樓梯位 都有自己的Powder Room 所以客人來 是不需要用這間房的洗手間 上樓上的話 它就變回兩間房 因為有一間房在樓下 大家可以想像 這間可以是主人房 或者下面是主人房 也 depends on你住的年紀 如果年紀大 可能就會想住在下面 年輕人 就住在樓上 這個就是現在發展商設定的主人房 它比較大 你見到它擺了King Size床 之餘 它還可以擺到梳化位 有一個很大的walk-in closet 還有一個on-suite 是4 piece 升盤長空間 還有還有shower 還有tub 另外一間房 也有自己的洗手間 這個就是plan B 這個單位的話 就會是 這個價格 發展商的price sheet 他就有說到ABCD 就是由230萬hi 即是240萬開始 但實際上 它的starting price 是基於1600多尺 即是一些小plan 所以這個價錢 應該Carrie覺得 是不會買到Bplan 大家可能要 往這一邊去發展 我們看看 一些小一點的單位 好像剛才我都對比 溫哥華的西區 Townhouse 都已經快要上到200多萬了 我可不可以upgrade自己 不要分多層 如果要雙層空間 但預算上有關心 可以考慮一下C和D C和D 雖然看模特兒 你覺得它好像 夾在中間 好像沒有那麼理想 但好在兩邊 分別向東和西 所以採光 我覺得問題 不會超級大 而且你看它的設計 它雖然小一點 1600尺 但它分兩層 所以整個客飯廳的空間 其實很闊 C這間是向西的 對 向西邊 你看到門口這邊 西邊 這裡都有一個很大的 類似可以開門的地方 出來自己的deck 然後客廳這邊 都繼續有光彩光 大的廚房 這個整個L形 總比A和B還大 對嗎 比B的話 很大 你可以想像很多儲物空間 中間有一個大的中度 亦都可以足夠放到大餐桌 和客飯廳 然後樓上有三個房 它主人套房 就會是這麼大的 它有自己的 可以放到 King size Walk-in closet 以及5 piece的洗手間 有Shower Tub double sink 另外兩間房 就會Share這個洗手間 這一隻是1600尺左右 大概價錢是240多萬 230多萬 好 然後我們再看看 獨立detached出來的兩間 E和App 其中有一間 發展商有同學說 應該有機會被人賣了 我們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再重複查 這兩間是完全是detached 其實看模特兒 我們覺得E這間是比較正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採光 因為大家如果住獨立屋 是地面unit的話 一定會擔心採光問題 後面是向北 而且有車房 所以主要是向前面側邊的窗 我對比E和F的Plan EPlan 其實這邊是有窗的 就是這一隻 這樣去看 你會看到這些窗的位置 不會被建築遮到 因為這邊是通透過的 但反過來 F的單位 因為它其實是沒有凸出來的 所以它的採光是差一點的 它會被前面的建築遮到 所以E的話 我覺得這個Plan 在採光上會比較好 它進入門口 主要是中間的那條 那條walkway進來之後 就有一個很大的客飯廳 客廳空間 然後客飯廳是分離的 中間進來才是大的飯廳 還有廚房 廚房感覺比剛才小一點 也有採光窗 這裡一個 這邊是向南的 這邊是向西的 這邊也是向南的 然後也有雙型的車庫 拍車回來 直接可以經過中間 tower room 進來客廳空間 剛剛說了 雖然廚房感覺小了 但這裡也有一個pantry 可以給大家置物 然後上到樓上之後 這個樓上會有一個很大的master bedroom 而且三個房間都是套房 這個就會是e-plan的特色 你可以看到它整體這裡 向南和向西都是主人房 這裡整個主人房 放 king size 還可以放沙發 也有一個自己的露台 這邊是向南的 然後有一個大的walk-in closet 也有窗 洗手間的話 它也是5 piece double sink 也有一個櫃可以放東西 有窗 向北和向西 還有有浴缸 這是第一個房間 空間在旁邊 另外兩個房間 都分別是自己的套房 第二層也很大 感覺上比master 更大 然後也有很多closet 還有自己的套廁 這間房間是最小的 但也排到 queen size 也有很多衣櫃儲物空間 以及自己的洗手間 樓梯位上來還有一個flex 所以這個職 我覺得兩邊比較 E和F 感覺上彩光 實用度各方面都比較高 發展商做了一張大一點的效果圖 主要是比較英倫色的風格 紅磚牆為主 配一些白色和深藍色的條紋 前面也設計了很多懸藝 其實這間房間是plan A 即是A那間房間 我們剛才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Fall Plan 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超級帥仔的主人房 如果大家 好像我和機制一樣 不喜歡走這麼多樓梯 或者年紀大了 不想走上去 才可以去到睡覺 沒有人喜歡走樓梯 是不是 有些人覺得主人房最高 不過這些設計已經被人說 這個處人房的設計是無敵 首先它很大 獨立不啟 你的樓上是沒有人的 所以就算有些孫子 也不怕吵到它 第二 它很大 除了這麼大的窗 彩光之外 它還有一個獨立的門 即是可以在Garden走回房間 而且房間看出來是懸藝景 是很棒的 那間房間的設計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道門 就是這道門 你進去還有一個書桌 直入才是洗手間 轉右已經是一個房間 這一邊開始 整個都是Master Bedroom 你看到很闊 你擺完King size床之後 你還會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前面有窗可以採光 看出來就是花園 有一個deck 然後你的房間 直入就是一個四層的洗手間 有浴缸有shower有double sink 還有一個很大的walking closet 這個是這道門的特色 如果大家想住在Garden flat的感覺 就可以考慮這道門 看完這個 然後我們也看看廚房洗手間的設計 這個效果圖 廚房電器 大家可能很關心 住德西區 我們裡面的finishing 電器是怎樣的呢 問了發展商 他現在說他們的設計 電器會是Wolf的牌子 以及Subzero的雪櫃 即爐頭 Gas 充油煙機 焗爐 都會是Wolf 雪櫃 會是Subzero 也會送一個酒櫃 這是廚房設計 洗手間設計 我們剛剛一開始 記得Carrie說 帶大家回去溫哥華的夏天 這張圖其實就是Plan C Plan D 我們剛剛看了前面 主人房Plan A 後面這一個位置 就是Plan C Plan D、Plan C 中間有一些 因為他們擁有不到前面的花園 發展商幫他們設計了一個Size 1 這邊向東 那邊 Plan D還是C Plan D是向東 Plan C是向西 兩邊都採光很好 你會有一個Deck Area 而且這麼多的門 是可以打開的 你可以直接無縫地 從家裡走到花園 附近也會做好圍欄 你不用怕別人走進你家裡 也會有一個Deck Area 有些植物 我們來到這裡 實地考察一下Hello House 它建成的地址在哪裡 前面這條是57階 東西向 後面的方向向西邊 東邊 東邊 那邊是東 後面的方向向東邊 接下來外面有消防龍頭的位置 出來的黑神是西階 要去到再後面的block 才是屋階 過了屋階之後就是Churchill的中學 所以這裏其實是校網很接近的 然後Halo House 那個Site 其實就是1311 W57階 現在看到 其實它還是有人住在這裡 那間屋也有它的Style 就好像我們Halo House 那種英倫風格 其實發展商都是參考 整個Shape 根據政府要求 去保留它的設計 用在Halo House的項目 那邊就很相似的 然後剛剛說的是東邊 去回西邊的話 前面大家看到比較遠 都隔了很多個block 之後 那個燈位就是Granford街 所以其實這個項目 就是在屋和Granford中間 溫哥華西區 好了 OK Halo House這個項目 補充一點 就是它是一個 溫哥華多拼屋的樓花預售項目 預計交流日期 現在暫時發展相比的訊息 就是2026年的Summertime 還有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 按照我們平時這邊 樓花預售項目的話 都有個Deposit Schedule 大概給15-20%左右 如果大家要買的話 分期 這些詳細的資料 都放在我的網站 希望上面的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包括現在還有些新年 農曆新年的優惠都放在上面 拜拜